这人说咱们用什么 什么廉价的布料 什么粗陋的做工 来糊弄客人 你不认识我吗 我是苏文宇啊 公子若不是来做衣裳的 请快离开吧 这里没有外人 你我不用再躺着掖着了 公子认错人了 如今好不容易在相见 就连你认识我这件事情 都不愿意承认了吧 霓裳是淮州人士 这是第一次来京城 你真的找错人了 对不住 好 难道是我认错人了 那边就有 霓裳 你等等我 我几乎都在城里 都翻了个遍了 也没找到霓裳姑娘的落脚之处 王爷 她到底有没有来京城啊 奴婢在西郊的一家小店制作的 好多人都牧迷而去 王 王什么王 隔壁哪有幸福 走走走 王爷 王爷 可惜王爷错过了 霓裳才刚刚去山里采花了 怎么 姑娘如此坚枉 不过分别了三个月 就不记得在下了 我可是付过定钱的 你不会想要赖账吧 我只是看我的 regulation 但我都是意图的 叫 hotels 就有赖账账账物 然后砍账账账马 不过IGHT 你 我 ploys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